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给大家看的先是告诉你们说文明本身不是一致的 没有哪一种文明应该具有统治地位 各种不同文明之间应该互相尊重 我们应该找到别样文明它的生存的原因 比如我们当说古希腊文明 古罗马文明 古埃及文明 古印度文明 我们都应该说出其所以然 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但是不要看那些无聊文人的意识形态化解释的书 比如说一定说希腊城邦 罗马城邦就是世界上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就一定要按照这套稿 对不起 老天爷没给你的地盘 你就是在北北干旱带上 你就只能在四大文明古国这样的条件之下艰苦奋斗 别人的娇奢淫逸的文明你学不了 当然这并不是鼓励大家好像批评什么 我这人历来笑眯眯 我们主张坚收并序 我们理解包括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为什么老是犯鞭 老是老要跟你打 我们都理解 我说他要不抢你 他抢谁去 没地儿 他不能饿死 对吧 那个年代我们也理解 现在大家都不这样了 所以我们说不同文明应该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 而不是谁一定比谁先进 当我们现在很多人相信普世价值的时候 我老是觉得 哎哟 你弄清楚了吗 他那东西从哪来的呀 比如说我们民主的普世价值是从希腊城邦来的 我说那希腊城邦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我们古希腊古罗马 我说那古罗马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当你言必称希腊罗马的时候 希腊罗马正根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讲讲故事 告诉他们 你们就知道了 往下看 我为什么讲人类文明应该互相尊重 是因为人类本来就分为不同的文明条件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沉没成本 当我们说到古希腊的时候 希腊是一个海上国家 你们谁要有条件去旅游的时候 坐着飞机从爱琴海上空飞过的时候 千万选窗口坐 假如天气好 你能看到靠近的 波罗班尼萨半岛那是一片数千个小岛 相邻很近 兴罗齐步 这就是他的地理条件 早期人类 开始有他们的经济活动的时候 古希腊人是坐着船 那时候还没有翻 更没有罗盘 罗盘是一千年以后的事 最近一千年前的事 那个时候只能靠人工划脚 于是乎我说两个东西 第一叫目利所及 我从这出来划着船过去 我一定是看得见的地儿我才敢去 看不见我哪敢走 我没有任何航海设备 只是一个木头弄的 那么一个叫做船的东西 于是乎它一定是岛与岛之间的联合形成文明 而每个小岛 对不起 那时候人都很少 有几千人算大岛了 沿海的所谓城邦也不过是几万人而已 作为一个商品集散地 热闹的时候 大家都来交换的时候 交易的时候 或者演大戏 什么闹大吉的时候 可能有个七八万人 一般情况下一两万人 了不起 所以它为啥希腊是一种城邦文明 是因为那种生产方式造成的 所以我们说海洋文明因为 包括你说你要出海 一阵风来了 你那船沉了 你就完了 直到后期 海洋文明仍然有这种沉没成本极高的风险 所以它发展出了一套海洋文明的 这么一套文明方式 这个我们尊重 那你是什么 你是陆地文明 我们说中国是最早形成一个大陆跨地理区域的大国的 这么一种国家 它和任何海洋文明靠岛屿或沿海经济不一样 我们这只能是灌溉农业 筑藏积累 导致群体文化为基础的几千年的民族国家历史 这是我们的文明方式 而我们这种亚文明就是畜牧文明 亚文明它带有某种侵略性 扩张性 掠夺性 这个我想大家理解就行了 而海洋文明 商人就是海盗 商船就是战船 不打是不行的 所以你们看托勒伊 我们注意 人类古代文明留下的那些贵宝 西方最早的是什么 河马史诗 对不对 河马史诗讲什么 讲战争 讲掠夺 特洛伊讲什么 讲阴谋诡计 攻城掠地 特洛伊因为什么而起的 因为不仅抢人东西 还抢人媳妇 把人惹火了 人说好 你抢东西就算了 你连媳妇也抢走了 给你打 有时候联合一大批小部落组成一军队来打来了 而打特洛伊的时候 因为特洛伊确实只是一个干了个不大光彩的事 所以人家也没多少人帮他 有时候他就被打败了 很多这里边的故事 大家注意 其实河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塞里面的很多故事 其实确实再现了当年这一代 就是这种海上文明的一种 人们的一种文化方式 生存方式 这并不是多么不好 好坏 我说价值观先放一边 它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这个过程其实是清楚的 所以我们说因沉没成本不同 你这边是农业也有沉没成本 比如遭遇自然灾害 但因为你搞了灌溉农业 成本就低了 你就有储藏了 再有储藏了以后 你就可以繁衍生息了 所以农业文明一定是带来人口众多繁衍下去 它是这样一种文明方式 因此我们说当产业资本从西方移出 它不必再打的时候 西方现在也开始强调生态化 这样它也开始强调承认多样性 于是乎这世界再次走向和谐的可能是存在的 只是看人如何反思自己 把那些过分的东西适当的清理掉 这个是我们中国所谓六千年灌溉农业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的典范 这是都江宴 这是都江宴的实景 这是都江宴的当年古人画的都江宴图 这是古人在平原地区搞景观的一张图 我们只是说明中国的灌溉农业是延续几千年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在七千年前开始驯化野生残 这是由考古发掘证明的 中国人在六千四百年前驯化了野生稻 开始了稻作农业 而稻作农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得灌溉 没水能种稻子吗 不能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七千年的残桑文明 六千四百年的稻作农业 这样的几千年文明延续 积累了中华民族的生态化的文明线索和基础 它不是一个突然我们今天宣布 我们就没有任何来源 它不是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 它就是我们是有几千年的文明传承的 这样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 尽管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战争 但因为这个民族是安土中谦和平繁衍的民族 因此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字记载战争有 但是我们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去刻意凸显战争的作品很少 我让我的学生去找 我说你们给我去搜吧 能搜到多少描写中国古代宠伤战争的 所以一个不上武的民族曾经被很多激进知识分子批评 说中国人因为不上武所以老受欺负 我说中国历史上你找不到他上武的表达 古代史大家说这只有这么一个 这是一个装饰物 从战国墓中发现的有攻城的 有打仗的这样的场面 头还被打下来的 有这样的场面 这是在水战 有鱼 这是油 这是一个容器 它雕有这些战争场面 此外找不到 你去找中国古代绘画 它不是不画人物 但是从来不画打仗 中国的很多比如说陶器出土 瓷器出土 几乎都不表现战争 这完全不一样 中国这个民族它为什么不好武 是因为它是个农业文明 我们说刚才讲到的这个过程 就是说为什么古罗马灭亡 古罗马灭亡外因内因都有 外因是我们激情奴 内因是他自己交涉淫逸 但一旦古罗马灭亡以后 你们注意欧洲史上有一所谓千年黑暗 这个千年黑暗在很多国家 你找不到考古发现 没有成文历史 证明不了它怎么存在 怎么过来的 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那为什么我们说 在中国同期也有个类似的问题 比如说三国两级南北朝 也有个人口大规模减少 也有个战乱发生 有个很长时间的混乱 那中国为什么没有进入 欧洲的千年黑暗 反而随后不久就进入了 这个唐代的随唐以后的再度盛世 为什么 是因为农耕文明它有一个载体的作用 它使得历史上重大的风险 能够以农耕文明为承载 再度复兴 所以我们客观的看这过程 我们应该说农耕文明本身 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个世界不同文明线索中的一个重要线索 当我们今天强调要加快工业化 城市化的时候 可别忘了 几千年的农耕文明 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 我们当然并不是说 今天我们不认同城市化和工业化 我们只是说在这种这话那话之中 应该注重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 某种程度上还要发扬 我们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画 就把我们自己的文化虚无掉了 我们其实还是要结合的 那说说现在的意识形态上的很多炒作 我自己在课堂上要求我的学生 绝不要加入现在所谓左派右派的炒作 因为左派右派只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个偶然的说法 后来被人错用 而成为误导世界学者和世界公众的这么一种说法 那其实不对 那海外的舆论对中国的认识 为什么有一种误区 是因为他们不太了解东方特色的产业崛起 是一种所谓以国家为整体的参与竞争的方式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 那国家动员民众 那其实就变成了全民所有制的这么一种运作方式 而在西方因为它是所谓市场资本主义 一定程度上建置于殖民掠夺之上 所以它比较强调个体 如果我们再看文化上的差异 那就更大了 我们知道前不久有很多人说 我们是教科书是教学 再次变成了责任 好 好